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试水的摄影后期教程第35课 本期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古风照片的调色修图教程 如何用偏色的调色工具把一张公园的古装照片打造出一梦一幻的唯美先进风格 本期的原图素材是由美女摄影博主花后卿提供的 江浙湖的小伙伴如果需要约拍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大美女约拍哦 好的 废话不多说 我给大家拿原图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原图 然后复制背景 考车勾 在这里我们执行一个反向的操作 在图像调整 然后反向 也可用快捷键 考车i 然后把图层红合模式选择成颜色模式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工具通到红合器 然后在红色通到这里把红色的颜色降到0 然后把蓝色的加到100% 然后把蓝色的 红色加到100 然后把蓝色减到0 大家把这个数值记下去可 这时候图片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图片中的树叶已经变成了红色 好我们这两个打个包 这两步操作的目的其实就是把我们绿色的叶子变成一个粉色的叶子 或者叫阳红色的叶子 我们给图层加一个蒙板 然后把人脸给塌出来 因为我们的人脸的颜色也被改变了 需要把人脸给还原回来 好这步之后盖印一个图层 Ctrl shift alt加1 当我们盖印完成之后 我们觉得画面中的颜色还是有点缺失的 给画面再加点氛围 把颜色也给统一一下 我们用曲线工具 在这里 把它的亮度稍微加一点点 不用太多因为原图已经曝光已经足了 然后给它加点红色 蓝色这里拉一个S线 好到这一步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阳红色叶子的感觉还是不够明显 继续给它加一点点 我们用这个可选颜色工具 然后在红色中较集它的青色 也就是给画面加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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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加点点红色 阳红这里也可以把青色再加一点点 然后加点阳红 加点红色 到这一步继续盖印一个图层 我们的调色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把人物可以稍微液化一下 完成这一步之后我们继续给画面加点氛围感 加点烟雾 然后再加点花瓣的素材 让它的氛围感更加浓一点 让画面显得更加纤一点 我在这里先加点烟雾效果 加烟雾效果其实很简单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拿画笔工具 选择文已经加载好的烟雾画笔 然后直接在画面上画就可以了 如果过多了可以降低不透明度 让它更加容易一点 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高光溢出 我在第15课中给大家讲过一种方法 把它的高光溢出来 有种朦胧的感觉 也是一样的效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B站的第15课 或者在图虫看我的第15课就可以了 好我们继续给加点素材 当我把花板加上去 如果觉得有点假 或者是不融合的话 可以适当的降低它的不透明度 或者做一个模糊处理 做一个高丝模糊处理 半斤不要过大了 两到三个像素即可 这个素材的明度跟画面中的明度不搭 这时候我们用曲线工具 直接拉高它的亮度 拉高它的明度 看个画面就比较融合了 我们要给它做一个模糊处理 让它有点往下坠的感觉 这时候来一个动感模糊 把这个角度调成垂直 然后距离调到10个左右 这不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继续盖一个头层 你如果觉得画面中的颜色 还是有点不舒服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CAMERAL历经中 继续调整一下 在这里你继续可以调曝光调对比 如果颜色有不舒服的地方 可以调一个颜色 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己的审美 调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好的这就是我给大家今天分享的 当我拍摄了一张古双照片 如果觉得它的颜色太平了的话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让画面写的更加丰富 然后要画面变得掀起来 好的本节课我就运这张图片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运通道如何改变图片中画面中的颜色 其实还有很多调色方法 都是一样的原理 可以把画面中的颜色进行一个改变 看过我的课程的人 应该记得我在调了几期古风课程 都会把一些古风的颜色都给改变了 这样的话画面会变得鲜很多 有意境很多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 同时也感谢欧远营提供素材的 花父亲大美女 在这里打一个小广告 我的偏词私教班下个月就要开课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